開放資料裡面去找 所以網路上開放資料太多了 那比較普遍的檔案格式就是用Json檔 或者是用什麼 CSV檔 有沒有 或者給你一個TST啦 或者是給你一個database DBF好像也有 還有用 MDB之類的吧 那所以說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政府的開放資料的話 你可以去網路上 搜尋一下一個關鍵字叫什麼 叫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裡面的話就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開放資料 就在這上面會顯示出來那比如說我覺得各位可以蠻值得去 去看一下好像我有針對這個開放資料去 去看了一下 這裡的話 包含就是說 比較有有用的 像這邊政府的開放資料還有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裡面的話我覺得像什麼實價登錄有沒有 這個資料你們也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其實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app 而且直接可以拿我們這個範例來做練習 有沒有這邊還有 XML CSV TST 有沒有 你可以下載 CSV檔 那裡面的話 你可以下載一下500多K而已嘛 那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有把它下載下來過 你想要查什麼 台北市的交易房價 大概平均多少 每一區 大概多少 或者甚至說 你可以 打地標 到了那個區 有沒有 地標附近 有成交的 地標都出來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還可以帶你到那個地圖的那個位置去顯示出來 多少錢要秀出來 對不對 那這裡通通都有 有最新的資料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做一個實價登錄app 就馬上 該有的都有了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資料裡面提供什麼 第一個 裡面的話 如果你想要知道 台北市因為最近昨天的新聞嗎 彭懷男說 這是打房是真的 有沒有 真的要打房了 那你要看看 其實 比如說他有些 說的跟實際上一不一樣 那你可以觀察嗎 比如說你現在先下載一個 一個私下登錄資料 等到你在過一個月之後 再下載一次看看 再三個月之後 再下載一次之後 看看也比對一下 有沒有 那個區域 到底真的有沒有跌下 或 我